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 10月30号星期一 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 我是宝申 北京高级法院上星期四 把资深女记者高于的 七年刑期改为五年 并决定赞与兼外执行 而上星期五 广州一家法院 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 以及新增加的巡讯滋事罪 重判维权人士郭飞雄 有期徒刑六年 一个减刑一个重判 中共司法当局 在向世界发出什么信号 另外央视上星期 为纪念胡耀邦诞辰百年 而播出的专题纪录片中 不仅抹去了赵紫阳的电视画面 而且篡改了当年的 人民日报头版假造历史文献 这一举动究竟何人所为 又得到何人授权 最后一个话题是 习近平今年九月 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被定性失败 这到底是由于 有关人员办事不力 还是中共总体内外政策使然 讨论开始以前 先请评章 为大家介绍 今天的重要新闻评章 好的 谢谢宝申 我们一起来关注 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 星期一在巴黎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 召开之际 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奥巴马赞扬了两国在环境领域的合作 但同时也指出两国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 争议岛屿问题上存在的分歧 奥巴马说 他和习近平已经找到了坦率的讨论这些问题的方式 习近平则强调 两国应坚持不冲突 不对抗 要管控好分歧和敏感问题 此外 法国总统奥朗德星期一 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表示 世界大国有能力在本次大会上 达成限制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 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灾难性后果 东道主 法国总统奥朗德 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星期一在会场外 迎接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等 在内的100多个国家领导人 与会国家代表将进行为期12天的会谈 以期达成第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协议 继两岸领导人11月举行历史性会晤后 台湾当局星期一表示 台湾和中国大陆在10月中旬 相互交换了被对方关押的情报人员 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友好姿态 以下就是美国之音 VOA卫视的报道 根据台湾总统府发布的声明 台湾军情局的朱公逊上校和徐章国上校 在被中国大陆关押9年多后获得释放 台湾提前假释了大陆情报员李志豪 台湾国防部发言人罗绍和 在台北对媒体说 交换协议于10月中旬达成 政府从97年开始我们全力的营救 这当中透过了许多的管道 包括了陆委会海基会海协会 还有多位的立法委员以及民间的人士 全力的营救这两位 我们很高兴在今年的10月中旬的时候 这两位上校他们已经获得中共同意释放 现在已经平安的回到了台湾 台湾国防部说两位台湾情报人员2006年 因其从事的活动被判终身监禁 但拒绝透露细节 罗绍和说 两位上校他们回来的时机 刚好是今年10月的中旬 也许外界会有这样的一个联想 但是我要特别澄清的就是 有关政治的议题 这不是国防部能够答复的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这是基于喜马会两岸互视善意所知 中国国台办目前尚未就此事发表评论 今年11月在台湾大选的竞选 紧锣密鼓进行的同时 台湾总统马英九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新加坡举行了台海两岸 分隔60多年来的首次领导人会晤 美国之音VOA时新闻报道 韩国国会星期一批准了一项 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 授权扩大与该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中国的贸易关系 协定今年6月签署 有望在今年生效 除大米和汽车行业之外 将减少双边贸易中的众多壁垒 韩国是少数几个对中国贸易顺差的 发达国家之一 教宗方济各星期一 在中非共和国首都班级的大清真寺说 基督徒和穆斯林是兄弟 教宗说 我们必须一道弃绝仇恨 复仇和暴力 尤其是以宗教或上帝的名义 实施的暴力 教宗说 如果他不和中非的穆斯林会面 他对这个国家的访问 就是不完整的 中非的基督徒和穆斯林 一直处于政治矛盾和冲突之中 星期一 教宗将在班级一座体育场主持弥撒 就此结束这次非洲的三国之行 好 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 中国资深女记者高瑜 被控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案二审 上星期四宣判 将一审判决的七年徒刑改为五年 新华社随后发布消息说 鉴于高瑜患有严重疾病 依法决定对高瑜占于监外执行 而上个星期五 广州天河区法院对维权人士郭飞雄 做出宣判 在原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的罪名外 增加了寻讯滋事罪 判处监禁六年 一个减刑 一个重判 中共司法当局在向世界发出什么信号 时时大家谈首先就这个热点话题进行点评 参加讨论的有两位嘉宾 一位是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另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欢迎两位 首先请问何平先生 何先生我看到你撰写的一篇评论文章 说高瑜减刑七年从七年减到五年 实际上等于被人捅七刀 还是捅五刀 它的区别就是如此 请你解释一下你的这一观点 高瑜的案件 我们应该是中国人或者是世界人了解 这个中国的一个司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例 所以高瑜所涉嫌的这个犯罪的这个行为 证据或者是对社会的危害 我可能是很少 可能可以说是很少有一个这样一个案件 大家都比较清楚 所以几乎按照正常的这个法律思维的人 了解基本上的法律的这个运作的人 都知道高瑜这个所谓的罪行 完全是不存在的 无论是在财政的过程 就算法律的司法的过程 没有物理的证据正高于那边 那么高瑜这个所涉嫌的这个犯罪行为 和我们的这个民进约刊有这个关系 但是中国的这个司法系统 居约没有来向我们提出财政 现在财政是很容易的 然后相反我们反而举动的 向这个中国的这个北京法院 提出了这个证词 两次提出了证词 但是中国法院的理由说 你这个法院的证词 没有经过中共去纽约的总领事馆公证 但是问题是 我们把这个证词送到这个领事馆的时候 领事馆他也不看具体内影 他居然就提出了不公证 在前世间没有比这个更荒谬的一个公证机构 因为我们都知道公证机构的这个职责 不是在于这个内影是什么内影 而在于这个公证的人 需要公证的人 他就是他本人写的这个证词 这样一个不涉及到任何具体内影的 一个这么一个公证 支援中国的这个领管不公证 然后中国的法院又以你呢 这个领管不公证为理由 又认为你的证词不能采纳 你说前世间有这样方唐的政府 有这么荒谬的这个司法机关 对一个重要证据的一个认定吗 对吧 所以很血缘 中国的法院他不需要这么一个证据 他根本不需要 他就是要捏造这么一个罪名 带在这个高屋身上 所以从这个基本上的这个 这个政治过程中间 即使按照中国的司法审理 这都是非法的 这个案件都是不成立的 那何况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邪命的这个机密文件 完全没有跟国际民生没有关系 跟国家安全没有关系 不会伤害到中国的任何人 反而是中共的一个宣传政策文件 所以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这个案件 完全是一个理论自由的 一个破合理论自由 一个记者的一个经典的案件 好的 所以高屿这个案件 它不是一个五年和四年的问题 三年和两年的问题 它根本是一个无在的问题 是应该得到社会尊重 应该得到政府尊重的一个记者 所以给他判任何刑期 哪怕是一天都是无耻的 哪怕是一天都是不能接受的 何况还是五年 好的 张立凡先生 那么高于在从七年的刑期 减为五年的同时呢 新华社的报道说 鉴于他患有严重的疾病 同时有认罪毁罪的表现 所以暂时允许他兼外执行 那么我看到有报道说 这是双方就是 中国的司法当局和高于本人 各退一步的结果 甚至有人用双赢 这个词来形容这种结果 您怎么看 谈不上什么双赢嘛 本来这个中国的司法 就比较变态 所以刚才何明先生 也从法理上分析了这个问题 现在实际上是 中国的法院从法理上讲不通 因为律师 包括高于本人不认罪 律师也做的是无罪变图 最后出来一个结果 是有罪然后减刑 这个可能一个呢 是迫于这个舆论的压力 一个呢从法理上来讲 确实讲不过去 但是呢从政治的角度呢 又不能不怕 中共历来都是官不毁判 就是我判了 总之我说你有罪 你就是有罪 那么你没有重罪 你还有轻罪 总之我要判你 当然了这个中间呢 肯定也算是有勾兑 就是这个 这个黑不敌白不敌 反正到底这件事啊 什么是国家机密 现在也不说了 那么其实你 我觉得这个事上来看 这是从这个习主席 访问美国回忆后发生的事 所以我想可能这个 这个还是美国有面子 或者是这个 这种国际上的抗议 有一定的效果 就是迫于这种形式 但是呢 其实还有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我们注意到 有这样一则报道 就是说 美国的一家智库的研究报告 说说销会的时候 这个习主席向奥巴马表示 他需要两年的稳定期 以便实现对新军队的全面控制 以及为高级权力重组赢得时间 那么这个意思 被理解就是两年内不能赶上 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 两天以后 这个我们看 这访问结束之后两天 这个拉森号导弹驱逐舰 就进入了这个南海的 中国人造岛礁 12海里以内水域行防 所以网友们也在讨论 说这个高于讲 说讲了个期不准 期不准也就是个意识形态上的 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这个高层的旨意 那比起这个军事机密来 我觉得我们觉得好像 高于这个 到底什么是机密 现在搞不清了 好像这个看起来 这个机密已经是降级了 连这个军国大事都可以不是机密 那么我觉得高于这点事 其实也真的算不了什么 所以这件事看起来很否刺 当然还有就是谈到这个 我们看到郭飞雄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就是高于被轻判以后 我就在想下一个被判的 可能会比较重 这果然是这样 就他们还要搞平衡 就是我在高于这放过了 但是我可能要找下一家 下一位我要重重地收拾一下 表明我们的权威 我觉得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和平先生 对于郭飞雄这个 他的判决呢 当然在国内外反应都很强烈 最主要的一个就是 法官在宣布的当天在法庭上 又给郭飞雄增加了另外一条罪名 你认为这样的做法 是不是践踏司法的一种行为 不是郭飞雄这个案件 就是践踏中国的司法行为 中国的整个司法系统 就是践踏法律的基本上真理 法理的基本上的这么一种法理 我们都知道 从明示诉讼来讲 叫明不诉 就是官不咎 就是你如果这个老百姓 或者是任何的这个自然人 或者是其他的法人 对这个明示诉讼不追究的话 这个法律是没办法追究你的 不会是主动的法律去追究你 另外就是这个官不诉 就是法不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你这个检察官 因为检察官是代表政府行为 是涉及到刑事案件 那么他不来对你进行这个起诉的话 这个法官是没办法来定你这个证明的 那么这样一个葛飞雄的案件就是 检察官他没有提取这个证明 然后法官给他判了这个证明 但是这种荒谬 大家当然是觉得通过这么一个案例 显示去中国的司法的荒谬 但是其实这只是多了一个销料而已 整个的中国司法系统 只要是政法委存在 只要是党主存在于这个法院 我们就不要对中国的司法 有任何的认可的这种冲动 这是没有用的 这是没办法起到一种司法 在起码的社会的底线的作用 所以不是葛飞行这个案子 只是因为葛飞行先生 这个案子引起我们的关注 引起大家的关心 所以大家感觉到荒谬 其实这种荒谬几乎每一天 每时每刻发生在中国的 各个阶层的这个法庭上面 都是非常可以说是非常普遍的 中国的社会之所以变得与此的错乱 从社会价值观 从政治能力 但国际外交一片错乱 就是因为中国全方在起码的 在基本上的这个法律的底线 我们都知道很多国家 在这个实行民主化的过程中间 有些国家没有这个很好的民主制度 当然有在起码的这个法律的底线 但是中国是首先把你法律底线给全部破坏了 没有基本上的这个能力 没有基本上的这个底线 所以所有的这个错乱的根源 其实是在中国没有司法的底线 有了这个底线 其实其他事情 无论是理论自由 无论是人身保护 还是政府行为的受制约 都会有相应会延伸开来 所以我们从这个政治文明的角度来讲 其实政治文明的任何一个支点 在中国只要发生 其他所有的文明都会来临 其中司法可以说在这个政治文明中间 起决定性的 关键性的 或者是基础性的作用 但是无论是从高于的案件 还是从隔回型的案件 它就是要告诉大家 你们不要对中国的司法独立 包有任何的希望 如果你对中国的司法 包有任何的希望 除非不过是你的这个中国梦 被破碎而已 那是你自己的问题 其实无论我们前面讲了 你的岛屿讲了 就是说一个是前判 一个是中判 似乎前面显示了某一种这个信息 其实张先生已经讲了 之所以要前判一个人 马上正判一个人 就是警告你们 你们不要对中国的司法的正硬性 包有任何犯想 好的 张立凡先生 这个话题的最后一个问题 我想请教你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在最近几年 起诉一些异议人士 或者维权人士的罪名之一 而且很严重的一个罪名 就是颠覆国家政权 或者煽动仕途颠覆国家政权 那么以往呢 这些被抓捕的人士 他们为自己辩护说 我没有颠覆你国家政权 现在我们发现一个新的变化 就是有一两位维权人士 他们就说 是的 我是在颠覆你共产党 但是我不是在颠覆国家政权 那么联系到高瑜这个案件 对高瑜的这个罪名 是他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 但是我们知道高瑜如果说 而且何平先生刚才已经 这个澄清多少次了 他们获得这个中共的九号文件 并不是高瑜所提供的 如果说有人泄露了中共的一份文件的话 中国或者说中共的司法当局 能够以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 来起诉一个公民吗 现在就是国家机密这个标准 是怎么界定的 有一些只是属于 比如说一些政策 一些内部掌握的政策 那么它是本来这个就是 你就缺乏这个透明度 那么但是呢 你又不断的在发指令 那么这些指令就必定会 在传达的过程中 就会流传到社会上 然后呢 其实大家都已经知道 是怎么回事 但是呢 一旦他要想收拾你的时候 他一定就说 这是我们的机密 你泄露了国家机密 而且呢 他这个法律还规定的有一条 就是把党的机密 等同于这个国家机密 所以呢 实际上他还是一个 就是党国不分嘛 这个 这个法律本身的荒唐的地方 就在这个地方 你本来是一个 中共党内的一个文件 是不是高于泄露的 这是一个问题 那问题是你要认定 它是什么 什么是机密 那么党的这个文件 和国家的文件 它是放在同等的纪委 实际上这个是 它的荒调之处 所以我们现在看 这个判决 它本身的 就是也体现了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究竟什么是 为什么会有人提出来 我就是要颠覆你 这个其实就是王天山 或者是包括习近平先生 他们都在担心的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的合法性 从哪里来 其实还是回到你这个问题 谢谢 好的 现在我们就结束 对独立记者高于 或减刑 及监外执行 以及维权人士郭飞雄 被重判这个热点话题的讨论 等一会儿我们将讨论 央视创改历史 和习近平访美失败 两个话题 请大家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 网络全方位报道 再添加计时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 和音频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 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上个星期 央视为纪念前中共领导人 胡耀邦诞辰百年 播出五集纪录片 细心的观众发现 纪录片中不仅抹去了 另一位前中共领导人 赵紫阳的电视画面 而且创改了当年的 人民日报头版 假造历史文献 评论人士认为 中共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在众目睽睽之下 创改历史已经到了 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中共在纪念胡耀邦的同时 为什么雪藏赵紫阳 这一举动究竟何人所为 又得到何人授权 这一事件折射出 中共怎样的历史观 中共对国民的历史教育中 还充满了哪些掩盖和欺骗 时时大家谈请专家进行评论 参加讨论的仍然是通过skype 在纽约参加讨论的 美国民进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和通过电话在北京参加讨论的 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欢迎两位 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打电话来 参加节目的讨论 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 400-120-0551 再说一遍 400-120-0551 张立凡先生 这个事件在中国国内和海外都人 引起了非常巨大的震动 那么首先请您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 谈一谈您的看法 其实这种事情 已经不是发生过一次 那这个我们记得一个 很著名的例子 就是文革中间 这个为了 因为这个上天安门 但是没有邓小平的照片 当时正好邓小平处在一个边缘上 还没有被打倒 所以呢按道理 他应该有这个照片 然后陶柱当时主管中间部 就是指示人民日报 把这个陈毅的脑袋 换成了这个邓小平的脑袋 然后呢 这个事儿呢 当时也被曝光 后来打倒陶柱的时候 也变成一条罪状 这个是一个以往的先例 但是实际上 有一本书专门讲 就是中共怎么在图片上 假照历史 这个是有一本这个书 好像是叫 无色照相馆 还是叫什么 我忘了 就是专门的 有一个专家 他分析各种照片 怎么样的被剪裁 被修整 然后怎么样去掉一个人 或者去掉几个人 等等等等 这种情况就是说 但是在今天发生就比较荒唐 为什么呢 那个时候都是一种平面传播的时代 而且呢信息是非常封闭的时代 这个毛时代 你想想 这个除了看人民报 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听这个中央电视台 你就没有别的资讯来源了 但现在是一个互联网时代 然后还弄这么一些小儿科的事情 出来这个还献草 结果呢 就把自己把自己掉进了 这个历史虚无主义的陷阱 自己来伪造历史 但这个呢 我觉得可能也有他们的苦楚 就是说作为中央台来讲 他可能有这样的内部的规定 就是赵紫阳的这个像 赵紫阳的这个图像 不能上电视屏幕 如果上的话 必须特别特别小 比如有时候我们看见 报道中英 这个香港回归中英联合声明的时候 就不得不把赵紫阳 在这个这个照片上去 但是他弄的是一个全景图 赵紫阳是非常小的一个头像 所以这个中共自己对自己的历史都不尊重 不管说你对赵紫阳评价怎么样 但是毕竟你的历史上有过这样一位总书记 你总不能不承认吧 这个既然就可以这么做 当然我也明白 其实以前在此之前我就分析过 我说这个纪念胡耀邦百年诞辰 这个我当时就预言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就预言 我说并不意味着对这个胡耀邦的评价 会有任何的改变或者突破 因为现在一旦突破对胡耀邦的评价 就会涉及到对六四事件的评价 以及对另一位这个中共领导人赵紫阳的评价 所以现在的这个政权 这个权力结构 他还没有能力能够承受这样的这种骨牌效应 因为他担心由于这件事情 如果重新评价了这些人和这件事 会引发对于这个一系列的政治冲击波 甚至危及这个政权的安全 所以出于这一点 我想他在新闻报道上 也是严格掌控的 这次也知道 就是一个是胡耀邦文选出的很薄 只收了77篇文章 很多重要的文章 特别是关于政治改革的文章 仅仅收了一篇 还在家属的要求下才收的 所以对于这么一位 曾经担任中共最高职务 思想活跃 论述也很丰富的领袖人物 出了一篇很不相衬的这么一个文集 那说明什么呢 实际上还是害怕 就还是有很多的禁忌 而且也传达了这样的精神 就是各媒体只能用 比如新华社的通稿 然后不能跟贴 什么这个网络上 不能够自己根据这个新闻 再做相关的评述报道 所以各媒体都下了这样的禁令 这个呢 其实还是担心 就是还是一种不自信的表现 我先说到这儿 好的 何平先生 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 过去呢 中共经常把一些历史的照片进行修改 好 说好听是修改 说不好听 或者更接近事实 就是篡改 我们知道现在在这个朝鲜呢 在其他一些国家 仍然会发生这些事情 那么现在 而且电脑技术非常发达了 网友都知道 叫做PS 可是把1982年的 当时的人民日报的头版进行篡改 确实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件 我们知道1982年的 这个人民日报的头版上 有副标题上 总共列举了六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字 这次在央视上 居然伪造出来一份当年的人民日报 把赵紫阳的名字拿掉 而且照片上 第一排有四张照片 第四张就是赵紫阳 现在他把第二排的照片 把它折掉 然后把赵紫阳的照片 换成了李先念的照片 你认为这件事情 它的恶劣 或者它的严重程度 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 我一直在不感觉到震惊了 我一直在不感觉到奇怪 是因为我很清楚就知道 所谓的中共历史 现在是所谓的什么历史书 无主义这种莫名其妙的词 来形容一种历史观 实际上中共的历史我们很清楚 不是它经历的伪造 它从一成立开始到现在的所有的历史 它的主要的干系 其实都是伪造的 都是经不起胎窍的 无论是它在井冈山 还是在宜安 还是在西北坡 还是五十年代的反右 五十年代的高纲事件 六十年代的刘少奇事件 七十年代的林彪事件 这个八十年代的赵紫阳和服务邦 很令人尊重的一个翻译家 他排成这个私入在天安门城楼 去见毛泽东 后来他在文化大革命 因为他这么一个翻译官 一个职业人士被批判了 就把他的照片给拉掉了 他欠了我们好几次 他聊到这个事情 都是很生气 我就说你老人家也不需要生气 因为不只是你拉掉 无数的人都被拉掉了 无数的人都被改掉了 所以这个不是一张照片的问题 这也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 这是中共的一个习惯性行为 也是他一个敌人行为 因为他不掩盖历史 他不凑个历史 他就没办法今天去圆他的反应 他没办法去欺骗大众 至于紧密这个服务邦事情 在我看起来 其实是彻底彻尾的侮辱服务邦 我们都知道 虽然在今天看来 服务邦先生是有他历史的局限性 但是服务邦先生在当时候 中国的政治环境之下 我们都是一个公认的一个好人 他尽可能的 以他所认识的这种世界观 做到了实事求是 做到了尽量去 平凡冤架错案 尽量去探索这个 这个政治的真理 尽量去探索这个中国的 不合理的一些因素 怎么去变改 所以他的思想是比较丰富的 比较多元的 有一些您呢 你看服务邦先生 他是有走的方面 有他历史局限的一方面 但他整体来讲是往前走的 整体来讲 人心是很善良的 这样一种精神 这样一种思潮 跟这个最近三十年 是完全背离的 所以对服务邦来讲 又是他们不得不敬意的一个人 是因为不敬意服务邦这样的人 中国的领袖 就谈不上一个好人了 服务邦在一定程度上 是中国历史上产生的为数不多的几个好人的领袖之一 所以他们要一定程度说要利用这个服务邦 但是又不能给服务邦一个前面的一个评价 就是即使说我们评价起来 我们也会讲服务邦先生有他的历史的局限性 他有些东西讲的也不对 有些事情也做的不对 但另一方面做的很对 对吧 那么共产党他不敢讲这个东西 他不敢讲这个服务邦先生 有哪些东西做错了 他不敢讲 对吧 他就只能含含糊糊糊的 模模糊糊的 讲一些 他对他现在的政治生动 没有任何冲击的这么一些光化出来 所以这样一种东西就是掩盖历史 这样一种东西就是他们所批判的历史书无主义 这样一种东西就是侮辱服务邦这三个字 也是侮辱我们人的基本上的智商 但是整个社会 整个民众 人们的心态不一样了 所以人们只是抓了这么一个照片的错误 来嘲笑你而已 来讽则你 使你的威力进一步受到伤害你 使你的访意进一步可大 告诉大家是不要相信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只是你的一个小小的事情 因为你的整体的东西都是访意 好的 现在我们听听听众观众朋友 对这一事件的看法 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 孔先生您好 你好 我认为呀 这个应该查出来是谁决定篡改的这个版面 应该查出来是谁决定逮捕高瑜国费熊的 我的这个养老金呢 被书记的女儿带领了 开庭十几次 最近保定市政法委书记托一位记者朋友 烧信 说你只要不在美国之音发表言论了 我就给你养老金 这几个政法委书记 包括刘云山 我看呢 这肯定是周永康的部下 是吧 打老虎打老虎 打了这个老老虎 并老虎 将死的老虎 习近平应该把自己身边的 现在的这些政法委书记们打一打 太放肆了这些人 谢谢再见 好 谢谢山东孔先生 接下来是天津的刘先生 刘先生 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首先感谢张立凡先生 解除了我的疑惑 然后我想请教一下嘉宾主持人 央视官媒能把投靠日本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汪精卫 溥仪只认为汉奸 为何央视官媒不能够把投靠俄国出卖中国国家利益的毛泽东 跟来指定为汉奸呢 谢谢 谢谢天津刘先生 接下来是山东的彭先生 彭先生 您好 这个线路已经断了 接下来请云南的周先生参加讨论 周先生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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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这个创改历史确实是有历史了 当年我最记得一条就是 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结果林彪垮了以后又还给朱德了 反正这个就是不讲信誉 在中国整个社会都是这样 另外在高调纪念这个胡耀邦这个事 我也觉得有点 你既然你右派嘛 都要给人家摘个帽子吧 摘着胡耀邦头上的这个 什么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利这个帽子 你都不给人家剪 你还搞得 完全就是用死人来 来为现在的活人做广告 来做些宣传 就达到这个目的而已 好 谢谢 好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 张立凡先生 刚才天津的刘先生提到了 这个王精卫被中共定性为汉奸 因为他向日本军国主义 出卖了中国的利益 他谈到了中共历史上 跟苏联做出很多这个让步 而且呢 最近这么多年 还有关于江泽民在执政期间 和苏联签订和俄罗斯签订协议 把一些中国领土永久性的给了俄罗斯等等 您对这方面的了解是怎样 这个这个毛时代呢 这个在毛时代以前啊 中国的这个国土面积是 1100多万平方公里 然后到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就变成了960万平方公里 怎么呢 其实就是把内蒙 就不把外蒙 就不算中国的了 这个呢 是毛泽东对这个 中国的历史的一个贡献 然后呢 到了这个95年 这个江时代 就把这个 通过中俄的这个重新化界 就把这个 像唐的吴良海 就是现在所谓这个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是非常大的一片相组 以及像这个中苏 中俄之间的很多边界上的这个领土 就都拱手让人了 那么这件事有很多年一直是不许说 但现在来看呢 网络上也是挡不住 大家经常会提到这些问题 所以这些个几百万平方公里的这个国土就没有了 就拱手让人了 然后呢 另一头呢 我们看还在跟这个日本争一个钓鱼岛的那个丹丸之地 然后呢 再跟这个东南亚国家 在争这个南海诸岛的 这个所谓临海主权 到现在呢 这个九段线的事 我以前也讲过 九段线本来是十一段线 在这个1947年 这个民国内政部当时的这个地图上十一段线 为什么会变成九段线 就是把这个 白龙围岛什么 这些岛屿给了这个越南以后 才出现的转化 所以这个 中共执政这六十几年来 中国的国土面积并没有增加 而是不断地在缩小 这个确实是一个历史事实 那么说至于为什么 这个问题 这个观众 这个听众提的很好 但是呢 我身在北京 我也不能回答 所以呢 最好如果要问呢 还是去问这个执政党 谢谢 好的 由于时间的关系 关于央视 大搞历史虚无主义的讨论 到这里就暂时告一段落 稍后我们将讨论的话题是 习近平防美失败 谁忍之过 请继续锁定美国之音 VOA卫视 时事大家谈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 据海外中文媒体报道 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小组习近平访美评估报告近日出炉 将习近平今年9月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定性为失败 报告认为此次访问存在重大漏洞和疏忽 其中习近平被美方当面质询 纽约法院受理中国访民对习的起诉 中共当局打压维权律师 中国黑客攻击美国官方和公司网络等问题 而中方缺乏准备 令习近平颜面大失 有评论认为 习近平这次访美可能是自邓小平以来 中共四代最高领导人访美最失败的一次 最高领导层可能迁怒于外交部 一次处处亮点的访问 为何漏洞百出 是有关人员办事不力 还是中共总体内外政策使然 作为通道国 美国方面为什么如此关注中国的法治与人权 时大家谈邀请专家进行探讨 参加讨论的嘉宾 仍然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何先生通过skype从纽约参加讨论 还有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通过电话从北京参加讨论 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 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热点话题的讨论 我们的电话号码是400120551 首先请问何平先生 你认为习近平的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不是一次失败的访问 可以说是一个失败的访问 但是我很怀疑你刚才导人的名所讲的那些话 就是引用的这些话 就是说中共的这个卫士的这个领导小组 把习近平的访美定行为一个失败的一个访问 我很难相信毛泽东在世的时候 可以把文化大革命定为这个失败的文化大革命 我很怀疑郑小平在世的时候 把改革开放定行为这个失败的改革开放 我对中共的这个政治能力的基本上的了解 习近平的访美 如果是在中共这个某一种随时会议上 或者某一种私底下的讨论上面 是可能会讨论到啊我是不是失败 这个但是在官方的中共外事办的官方的认定里面 如果认为习近平的访美是失败 那就是外交部的失败 如果认为他访美的失败 就是中央办公厅的失败 就是习近平本人的失败 所以我几乎不相信 坦实地说我几乎不相信 中央外事办会出一份文件说 习近平的访美是失败的 我恰恰认为中央外事办的 这种文件一定会写出来习近平访美是成功的 而且是非常成功的 因为只有这样在服务中共的这么一点体制的运行 我们老是说 我们都知道人民日报是造假的 新华社是造假的 我们还说很多内餐是真实的 其实错了 中国现在的很多内餐的造假的程度 比人民日报和新华社还要凝重 因为人民日报和新华社造假吧 大家有更多人还看到 所以很多人还可以议论 那个内餐整个是个黑箱作业 所以无论是现在来自于地方的内餐 还是来自于海外的很多的情报人员 或者是这个媒体记者 或者是其他研究单位的很多的报告 其实也是造假的 他们不愿意也不敢讲 官方上层不喜欢听的话 所以我从这个逻辑态理来讲 我基本上不相信这份文件是存在的 我基本上不相信 但是习近平访美确实是失败的 但是这种失败 在你访问开始之前就非常清楚 因为所谓的国事访问 都是一个诚实性访问 今天就参加哪个活动 明天就参加哪个活动 早就已经议定了 在这能够达成一些什么样的共识 在这哪一方面有分歧 那早就在幕僚人员之前已经议定了 但是习近平也好 胡锦涛也好 江泽民也好 他们就喜欢搞这么一个国事活动 西方疯狂一下 西方按照他所操纵的这个媒体 展示一下他访美是怎么成功的 其实你去看一看 我们稍微看一下媒体 这些国际领导人 我就早几天我在想一个问题 已经说跟他哪会多 现在是国际领袖会多 一下子在巴黎开会 一下子是投尔西开会 一下子在马尼拉开会 一下子是在马来西亚开会 对不对 展示他们都是在开会 展示都是有无数的机会见面 这个国事访问是很浪费时间 这个就是拘泥于形势 但是未必有真正的正大成果 你比如说你跑到西亚头 那些美国的那些大商人们 一个一个真相去拍马屁 其实他们已经拍了你马屁无数次了 对不对 等于都往北京跑 那何必跑到西亚头跟你拍马屁呢 对不对 你那个波音合同 拿到习近平不到西亚头访问那些合同签都签不下来吧 全部都是凑在一起 来为他的风光 来增加一个戏剧性的因素 来增加一个报道的因素 让大家告诉大家 习近平访美是成功的 所以无论是在党内 还是在这个民众 他一定会巡洋他访美是成功的 他不会去巡洋他 他访美是失败的 所以我觉得他实际上是失败的 而且不应该有这样的国事访问 国家领导应该减少这些官室的国事访问 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机会交流了 另一方面中共体制内部不会把它界定为失败 好的 张立凡先生 我们知道刚才和平先生对这个报告本身提出了一定的质疑 那么我在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疑问 就是说一个问题就是习近平看了这个报告以后 大发雷霆把报告摔到了一边 我就不明白习近平对报告本身的定性不满意呢 还是对外交部有关人员办案不利 没有把一切准备好 而感到愤怒 而且有一个细节就是说 习近平在和美方在进行讨论的时候 美国方面列举出了一百多个中国维权律师 遭到打压的维权律师的这个名字 而且还有音频视频文字材料 让习近平感到非常的没有颜面 你认为这个报告有可能结论是什么 如果认为报告认为访问是失败的话 他指的会是外交部没有准备好 还是由于什么其他的原因 张先生 我记得我们在这个习先生来访美之前 我们就做过一期节目 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判断 我说他可能想拿走 从这次防伪 他想带回去一些 挺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但是呢 我的判断是可能他拿不到 现在看呢 这个我想拿不到这点 可能全世界都看见了 那但是呢 如果说你要说承认失败 我觉得好像中共从来没有承认过失败 我们永远是从胜利走向胜利 国际形势永远是一派大好 然后呢 这个只要是国内的这个矛盾越多 国内的麻烦越多的时候 在国际上越要挣回面子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不断的出访啊 不断的这个去见外国领导人 出席各种会议啊 其实就是要向中国人民表明 咱们家在外边很有面子 很有身份 其实就是要证明这一点 所以呢 至于说这个报告是不是存在 那我想可能啊 体制内会对这次访问 出现一些不同意见 这个呢 恐怕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个 比如说一些个中美问题的专家 国际问题的专家 他们确实有自己的一些评论 那么但是呢 我也不能够在现在我们这个场合 进一步的再透露什么 因为这个很可能到时候 就给我们这个所谓的国家机密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什么算国家机密 什么不算国家机密 所以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我所能理解的就是 肯定是体制内提出了质疑 然后呢也造成了相当的尴尬 至于说有没有拍桌子 有没有愤怒 然后有没有把责任这个问责于外交部 其实这个事是外交部的事嘛 外交部在中共的这个体制之内 是一个最没有权力的部 什么权力都要听上头的 外交部就是一个打工的 然后呢如果说你自己觉得这事 说是丢了面子了 那就是底下的人没办事办好 但是问问就是中国的内政 自己办好了没有 中国的这个依法治国 究竟办好了没有 如果你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你是一个依法治国的大国 那么你会出现这个抓捕大量 维权律师这样的荒唐事情吗 所以我觉得在外头没面子 实际上就是中国自己 没有把事情做好 这个事情我觉得怪不了别人 要问责那就还得回过头来 也不要光问外交部了 可问责的地方很多 而且我觉得这个 什么事情都推给下头 这个事情也不行 最好还是要有一些反省 到底这个中国的这个 内政外交出了什么样的问题 谢谢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听几位 听众观众的电话 看看他们有什么意见 首先是天津的刘先生 刘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 嘉宾好 我想说的是有一点 崔天凯作为中共驻美大使 能够轻松拒绝 做人权见证到美国国会 但崔天凯作为中共奴才 不能拒绝习近平访美失败 而到中南海做失职见证 谢谢 好 谢谢天津的刘先生 接下来是湖北的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 这个 您好 嘉宾好 这个就是习近平反美的失败 我觉得是必然的 因为在习近平末代时期 共产党已经进入末代时期了 他的人才就跟清朝末代是一样的 好多就是能源知识 在江湖时期已经被排挤下来了 那些能干事的 有正义感的 为国家办事的都已经穷排架 到习近平内他已经没有人了 共产党内部已经将来采进了 这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习近平反美 他是个失败的 好 谢谢湖北张先生 最后是山东的张先生 张先生 您好 喂 主持人好 嘉宾好 就是这个习近平反美 喂 是我吗 是您 请讲 主持人好 嘉宾好 就是习近平反美 就是说 我想从这个世界大区的 这种状况下来分析它 就是说现在你看这个中东乱局 你像那个还有那个难民问题吧 还有就是和土关系 现在也是一团之后 就是美国关系更不用说了 是吧 就是说还有南海问题 都等等等等 这一系列的问题 我希望就是什么呢 习近平访问美国 无论是成功也好 失败也好 就是说中美两国 就是说应该是 就是我 制造一个就是说新的世界 就是别再有战争了 别再有这么苦难的贫困了 谢谢 好的 谢谢山东的张先生 和平先生 我们在谈到习近平 访美的时候呢 就会注意到美中 在几个比较大的问题上 仍然存在着很严重的分歧 一个就是南海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黑客的问题 还有人权的问题 访民的问题等等 您认为 特别是刚才这个 山东张先生谈到了 如果考虑到当前的世界 这种大局 欧洲的局势 中东局势 难民问题 恐怖主义袭击等问题 你认为中国和美国 有没有可能 把这些问题暂且搁在一边 把目光集聚在 一些更大的一些 世界性的范围的话题上 我认为在世界性的 大的问题方面 这个中美之间 还是主体上是在合作的 而不是在对抗的 无论站在中国的角度 还是站在美国的角度 都是没有能力 也不愿意 前面走向这个对抗 美国也是这样 中国也是这样 全世界的局势也是这样 刚才所掠掠的这个分歧 有一些分歧 是本质性的 是不可调和的 就是以中共性的这个体制 不进行变革的话 它侵犯人权 侵犯历史 那是它别人会做的 那至于南海的这些问题 虽然有一些对抗 虽然有一些谋刹 但是双方还是有节制的 前面性的 或者甚至局部性的 走向战争的危机 还是比较小 隔自带有表演性质的成分 比较多 因为在更大的范围 无论是经济贸易上面 这个是各国国前进行的 最关心最重要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个是双方还是在 在合作 摩擦和矛盾都是 拼命和局面的 比如说现在正在开的 这个联合国的 7号高峰会议 中国和美国都是两个 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这个大国 美国这个消费鱼子的惊人 中国的人口是余子的震多 经济是余子的高速发展 对这个整个的地理环境 对于这个气候 有非常大的负面影响 那么这两个国家 在这个7号高峰会议上 会不会达成更多的这个共识 这个都是 我认为都是有可能的 因为在面临到一些 根本性的危机方面 根本性的冲动方面 中美之间都没有理由 不去进行这个合作 但是从长期来讲 双方的这种结构性的 这个政治的分歧 结构性的这种 这种战略利益的分歧 会越来越明显 越来越明显 会摩擦和冲突 会更多一些 但是整体来讲 不会走向前面性的 不可控制的危机 都没有 即使包括俄罗斯在来 也没有这个本钱 全世界没有一个大国 再重新有能力 回到冷战的时代 有必要回到冷战的时代 更不可能 回到热战的时代 看不出来 所以我整理来讲 它是路关的 但是从结构来讲 冲突来讲 是不可调和的 那么具体分歧会不断的 好的 张令潘先生 还有一分钟的时间 请你谈谈 你对美中关系 今后走势的这个看法 我今天看 好像这个奥巴马总统 已经做了总结了 说习主席的防美很成功 所以我想 这两个国家 无论有多大的矛盾 还是都活在一个地球上 反正是 我们中方提出什么 命运共同体 所谓命运共同体 就是 我要是没有好日子过 你也别想过好了 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 中美双方还得在一个地球上共处 有些问题还得共同协商解决 尽管分歧很大 但是呢 这个是没有办法摆脱的 当然这个 中国在地理上也很不幸 就是中国人民 这个至少是 离俄国太近 离美国太远 所以这个 我们的地缘证 决定了这一切 谢谢 好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 到这里就结束了 非常感谢 美国明镜集团总裁 何平先生 和历史学家 独立评论人士 张立凡先生 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